從A到Z 他都可以講出全球知名的樂團 A L是米 B Vito 那你們可以完整唱一首歌嗎 漂亮 一首都不會 性格開朗 樂天幽默 電影山的那一邊 把原住民生活情景翻上大一幕 演員小薰 蘇達及薩基努 要帶領觀眾走進山林 我扣業績要吐了 我起大病 搞笑場面即興發揮 展開72小時瘋狂旅程 不撒狗血 這個是關鍵 好 現在再騙誰 怪畢先坐 蘇達 誰 誰 誰 女最多 撒給你 誰是小氣 撒給你 撒給你 我贏了嗎 快問快答默契十足 小薰 蘇達玩起吹乒乓球遊戲 三秒達標過關 肺虎亮驚人也是練出來的 我還以為就是上山拍戲 我們就是好好的走路 然後那個路就是鋪得好好的 我記得我們有幾次的路 是需要就是拉繩子 然後那個泥巴是軟的 我想說天啊怎麼拍不停 那麼辛苦 不只體力大考驗 乖乖啊 走開了 慣的是啊 正面能量 面對他 來 切開一下 走開 不要跟他亂下指令 以前我跟我爸爸在打的時候 啊 非常的強 上山拍攝吃盡苦頭 遠離都市城銷 還得苦中作樂 因為蓋子 嗯 暗有三秒的那個 嗯 我媽媽都說她是皮乳蓋子 她的妹妹叫什麼 多力多支 哈哈哈哈 她的表面叫什麼 哥哥哪一支 哈哈哈哈哈哈 泰雅族的小薰 周族的蘇達 排灣族的薩基奴 用表情跟話語 將原住民的幽默 戲裡戲外 真實呈現 在一個很震驚的環境當中 他們進來可以用這些文字 那些用他們說話技巧來表達 變這個氣氛變得就是輕鬆 我們平時很激烈 那一件其實也蠻唯一的事 因為我們預期操作蠻弱 蠻好笑的 小姐你是不是想上吊 要不要拿出你的行程改一下 不要今天 舒暢不嚴謹 像是品嘗夏日輕時 但這渾然天成的喜感 一旦上演透過鏡頭 情緒上的起承轉合 我們在演戲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會演到感情很重的空氣 可能要準備很久 然後在鏡頭面前淚流滿面 但其實在這個戲最難的是 你必須我們在山上一整個月 我們都要維持那個 HIGH KEY 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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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綜藝節目或脫口秀 要讓觀眾進入節奏 拿捏得恰到好處 蘇達不僅靠一場哭戲 奪下金鐘獎 也在電影賽德克巴萊 來詮釋花岡二郎闖出名聲 小姐 你很漂亮 你們三個 老師好 或是改編真人真事 只要我長大 以原住民小孩角度出發 小萱飾演生仗者 在內境中 回到部落貢獻自我的角色 獲得肯定 還拿下台北電影節最佳新演員獎 開啟歷史詩篇描述物社事件 過往書寫原住民大多是被掩蓋壓抑邊緣化的故事 或是在漢人的商業利益下 權益被漠視的題材屢見不鮮 為了扭轉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電影山的那一邊貫穿情感 山林喜劇風趣帶出全新樣貌 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每一個人都是 目前的一個Loser 那我想 即使你再成功的人都會碰到人生這個段落 都會有一個段落是 你非常Loser的時候 然後你要怎麼走出來 這個也是我很想要表達 但是最基本還是一個超級喜劇 在山林裡面這個狩獵的這些小細節 通過動物的一個轉角 我覺得是滿特點 這就是代表台灣的山林裡面 其實一切就 大自然的力量是很特別的 那這也是在 到進到原住民部落裡面 應該要去尊重 展現台灣之美 堅持不用特效 劇主行遍松河部落 大雪山 馬倫山等 美麗山區 四個演員四段故事 爆笑失控場面不斷 荒野中追趕跑跳碰 這次荒誕的山林喜劇 要用原住民的幽默天性 讓觀眾買票進場 一探究竟